接着看看《娱乐快递》 陳敏之皎个人YouTube频道 邀请很多艺人朋友做嘉宾 带包娱乐圈秘闻 邓建宏做嘉宾时就说起 自己当年跟李思华拍拖 但就对石泳妮心动 背着女朋友约石泳妮吃宵夜 虽然事隔多年 兜兜转转 邓建宏已经跟石泳妮结了婚 但他这样自爆 当然引起网民扶评 骂他是渣男 那集访问最近还神秘消失了 问到是否邓建宏要求删除片 陈敏之就说只是技术问题 要说是否好男人 视低陈豪就是圈中出名好男人 他最近过51岁生日 虽然忙着拍新剧 但亲友几个小时休息时间 都赶回家和老婆子女慶祝 陈欣薇就给足心思 将家子布置出夏威夷气氛 三个子女都送上亲自做的生日卡 很允许 陈豪因为拍剧接触很多人 所以慶祝生日都坚持戴着口罩 保护家人 讲起拍剧 大叔的爱原班人马开新剧 暂名为百万同居计划 讲集体同居 但有消息指 Anson Lo和陈汉娜 关系曖昧 陈汉娜落力游说Anson Lo 被他加入剧组 还要加重气氛 所以剧组减了Edan的气氛 令本来是大叔的爱男主角的Edan 沦为佩国 问起Edan新剧的情况 Edan还说未必会参演 不知道是否主角变佩国 漏了不想参演 台湾方面 盐亚伦出席活动 最引人注目的一定是他的新发色 他染了个粉红色头 盐亚伦上年拿了金钟奖的主持人奖之后 又有新发展 做了节目的艺术总监 他就说很喜欢参与艺术和漂亮的东西 至于怎么看外表 他就说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身材当然是一直要维持 那当然还有就是自己喜欢跟舒服跟自在跟自信的样子 我想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这个权利 应该这样讲 喜欢什么样子应该要自己先接受 然后别人才会理解这样子 凤凰威斯综合报导